好 講到了徽達執行長黃仁勳 在三號晚間現身了北市一間海鮮餐廳 驗請了徽達員工 黃仁勳抵達現場的時候 是低調的從後門進入 根據瞭解這頓飯每桌要價一萬八千元 黃仁勳豪氣的開了四到五桌 而在用餐完畢之後 他穿著招牌皮衣現身了 大批的粉絲是蜂擁而上 要合照簽名 黃仁勳都來者不拒 更親民的坐在階梯上 當情人形立牌跟粉絲合照簽名 停留時間超過了40分鐘